这个电盘锅大家应该有认识的吧 就是福库的这一块 带购压都功能的 然后现在这个锅出现了一个问题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电源 往这边缠 看这个 这个电盘锅将近快3000块钱了 当时丈母娘给我们买的 结婚的时候 现在这才用多长时间 他没有那个100块钱的 你真都买了 我的100块钱又30年了 反正你觉得这老贵的地方 我现在就出现这个毛病 反正前两天也有 我就没在意 我就忙我就没管他 这今天打算给庞宇做鸡汤的 刚才都已经备好料 都蒸好了 一开这个地方锅就这样了 现在我待会给他拿去修一下 他能不能给修 修 我也知道啊 你在哪儿买的 蒸汤 我在这个鸡汤脚下面 蒸汤的 正常这个鸡汤应该是在那个沙锅里头炖的 但是我们小区现在还没通燃气 有沙锅 但是没火 看到了吗 这沙锅都吃回一年多了 然后那个 在底下的这个 属于燃气罩 都已经 从买到现在一直没用 去用的这个垫的 要不然就给他搁那个 沙锅那个慢慢熬了 那种火比较好嘛 正好今天我岳母他们也宰着了 然后现在上那个商场给他换了他 不得应该修一下吧 要么换是够呛 给他修一下 这刚从我们这买的那个商场里出来 但是他说我这个叼锅过保了 呃一年以上了 我这儿结婚之前两天买了一年能一年半呗 然后现在好像是自己找souho了 他给我提供提供了一个souho地址 现在我先去看看吧 就是这个九阳阳光服务中心 到这能修一下 这开春了是雪花 哈哈哈 师傅给打开了 这是里面的样子 好像是怀疑现在是面板坏了 然后看看能不能修好 你叫什么板 电源板 现在这两千来块钱的东西 不得用挺长时间啊 得用十了年啊 这可好 你看这个多长时间 咱都没咋用 对啊 就坏了 半年都没用是吧 一份钱一份货呀 你说这什么还说坏坏了 你要说以前的东西是吧 以前在买那个一百多块钱电饭锅 娘的皮都坏了 都不坏 里面照样用 真扛用 现在这东西价格贵还不扛用 嗯 行 给你买这个电饭锅用一倍的 结果半年没有上 哈哈哈 没有一年半一年半 别别打 哈哈哈 关键汤不咋用呢 嗯 师傅已经给修好了 啊 现在就正常了 谢谢师傅太厉害了 要不今天鸡汤都喝不上 哈哈哈 还等着喝鸡汤 就是呗 就是电热板的事啊 对 就是前面那个面板 嗯 汉行 挖了150块钱给修好了 就回家可以炖鸡汤了 然后呢 大雷也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锅呀 这个韩国锅呀 千万别买 不太好啊 不推荐 这个坑 我给大家踩了 然后大家以后避免吧 嗯 你说电器师傅 你就说了 韩国吧 那天不能买 不是 他说好像是 修一次最少200 啊 但是他收的咱 价格不会 挺好 这师傅人很好 嗯 嗯 行吧 回去炖鸡汤去 走吧 嗯